我们是对不起好了 然后你可以想一个 想一个故事或是一个情境 这个是属于比较是 声音表情的部分 对 然后你可以看 你是对上还是对中还是对下 那你真的有对不起的意思吗 你是敷衍还是你是 诚心诚意的对不起 你要想好故事才说 还要想个故事 就是你要真的 因为有时候我们在训练演员的时候 像我训练很多金马奖 讲金钟讲演员 他们在演戏的时候 他必须要真的相信 他现在的状况 所以声音的训练 他不能够是只有朗诵 我很好啊 姚志很清楚 可是其实你背后的意思 其实要清楚得出来 这个跟我们帮 犯罪人辩护有点像 因为我要相信 我要相信我帮他讲的这套说辞 是真的能够帮他的 我才讲得出来 其实他是假的 虽然是有点拗啦 但是我必须要告诉自己 非常告诉自己 让自己相信 对 那有没有如中讲个对不起 对不起 他这个就比较诚心 是不是 很容易就诚心出来 对 然后他的对象 怎么那么容易就被相信了 他的对象是 可以是一般的朋友 然后他觉得他讲完这句话 他这个旁边的这个人 会很轻易的就相信他 因为他是讲对不起 他就相信他会相信了 另外他对不起 这个人就原谅他了 谢谢 所以他也不是一个这么大不了的事情 嗯 是吗 是 然后我们 对不起 安姨来试一个 对不起 嘿嘿嘿 有气哦 这个有可能会是比较亲密的关系 嗯 不管是很好的朋友还是伴侣 嗯 然后他的尾巴有一点点撒娇 嗯 对不起 那但是安姨姐的那个眼睛的 眼睛很飘辣 有点小小的 水汪汪 水汪汪 对 然后你会觉得他是诚心诚意的说 可是他也让你知道说 啊我就是这个样子啊 你就不要再为难我了嘛 他那个意思是这样 有点可爱 对 哦 哦 秦老板你会常说对不起吗 哎 我很少说对不起 应该如果可以 都是别人跟你说对不起 再给我演几点 多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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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够跟他说对不起 倒不是 我说对不起的对象 往往很难歧视 好 那我说一下 对不起 再一次 对不起 他真的不常说 因为我会觉得 他前面的那个对象 要对焦出去的时候 因为我们会 对不起 或是对不起 可是他好像 他很想要这样子讲出去 可是他好像又会不好意思 他又会说回来 是 原因是因为 我想说对不起的对象 可能是我太太 或者是我的 小孩 对 我跟别人说对不起的机会很少 嗯 只有人求我 但是我要跟小孩说对不起 我说不出来 说不出口 跟我太太说对不起 我觉得很讲 不好意思 哎 我觉得很讲 没什么好说的 所以你会觉得他好像已经 他的爱 他的感情比较含蓄 他已经要对焦了 可是他会闪掉一点 就他会闪一点点 OK OK 这可以看多个性 对 那我也来一个 好 对不起 一定是跟男朋友了 真心 真心的对不起 嗯 然后 三个字是值千金 希望他可以真的原谅你 可是 因为我觉得你真的很漂亮 所以 你在讲对不起的时候会散发某一种 某一种光芒这样子 这样会容易被原谅吗 会会会 就是没有办法 大家没办法拒绝你 对无法拒绝 对所以你的对不起就是 让大家觉得实在是 我要更加倍地爱你这样 真心的 所以对不起三个字是值千金 有意义的 所以你是发自真心的 马律师要不要来一个 大概 想好哦 对不起对不起 哎 这个是客人 客人 客户吗 大概 对 对 等于我都会 我对不起大概会连续两声 对 我不会一声 嗯 比如说有时候 我比较常去跟 我比较不会正式讲对不起 通常是跟人家撞到了 对对对 或者是我常会很 那反射动作就会拖出来 而且我会连续两声 我不会 一直在对不起 找意外 对对不起的重量比 刚刚安妮轻很多 对 嘶嘶嘶嘶嘶 他就过去了 嗯 对所以 我也不常讲 嗯 也不常讲 哦 对 所以男生都比较不常讲对不起 嗯 很少 嗯 很少 比如我们在开会的时候 员工在开会的时候 比如说这个错误的政策 是我造成的 我都说对不起啊 就讲 好像 别人就是给自己的一个下台气 讲给自己听的 不是讲给别人听的 讲给别人的 对 我有表示我的 我有表示我的 我是老板 我已经表示过了 我已经表示过了 不用得到你们的认可 不要再反抗了 对 我是还蛮喜欢讲的 因为我觉得可以 如果让对方有些负面的情绪 或一些误会的话 可以立刻转移 那自己的心理的负担 也会因为讲出来之后 减轻一些 可是我觉得你们都是 好的善良的人 有些人讲对不起的时候 他真的是 对不起啊 对不起 就是为了说而说 言不由衷 言不由衷 而且是生气的 这个叫做我们常常讲的 更小东西 很容易认错 但是绝不悔改 绝不悔改 容易认错 绝不悔改